在近日休斯顿火箭8战6胜,战绩已经来到了七胜七负,他们已经有6场比赛将对手的分限制在100分以内,强如今周勇士也仅仅得到86分,全场勇士被打了个708落, 其中火箭在封线位置尝到了一丝甜头,特别是莫雷低价逃到新宿的加里克拉克,这个年轻人很好扛起了休斯顿三号位的大旗,这也让莫雷真正明白了一点,一支强队,一支想夺冠的球队,必须要用强悍的封线,单单手后场强大是不够的,而火箭目前封线人数还永远不够,他们需要再次引进一位强大的封线来对抛勇士, 就在今天根据火箭记者凯雷一口的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火箭内线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大个球员,为了增加一名封线投手,他们愿意交易走一个大个子,一口在文中写道, 马基斯克里斯仍然是可以被交易的,布兰登耐克也是一个交易筹码,麦卡维也许是另外一个选项,火箭的意思很明显了,在之前交易吉米巴特勒失败之后,火箭仍然想靠这些筹码,来为休斯顿带来另一名封线, 其中身为八号线的克里斯,一直是火箭想甩卖的那些显力星,同时耐克也快要付出了,这个后来颠崩时长只能砍下二十分,是人仰升起的星星, 克里斯和耐克打包出售绝对会是一个好的筹码,对于弱队来说,克里斯和耐克可以释放他们的球队心筋空间,火箭已经放弃执行了克里斯, 最后一年的合同选项,这一位克里斯打完这个赛季他的合同就到期了,是属于到期合同, 而耐特的合同虽然还有两年,年薪为一千四百六十三万,但也不算大,就像上面说的一样, 得到耐特的球队至少可以使用它,毕竟耐特也是八号新秀,本身就是高顺位,年龄才二十六岁, 就算用不了,19-20赛季最后一年合同的耐特,用来腾出心肌空间也不错, 而火箭却无法等待这两人合同到期,他们必须要尽快换来一位封线, 新老板贝尔蒂他可是志在今年独冠,哪怕是长期合同的封线,火箭也要一世, 例如老鹰的独样合同贝兹莫尔,七才的四年一亿先手奥托波特, 这火风险詹姆斯约哈逊,这些风险都是市场上,火箭很有可能是得到的风险, 至于杜兰特和伦纳德级别的风险想都别想了,火箭就算加四个手轮都换不到, 但这些小风险火箭倒是可以一世,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风险, 火箭对于风险的要求即使很简单,外线能应三分,防守端能无限换防, 移动快速,擅长协防,这些都是火箭对风险的统一标准, 好的是,这一次,埃里克格登终于没有在交易名单中了, 这也能让人脸灯放心,若火箭用耐车加克里斯换来新的风险, 那么恩尼斯就可以转型四号位了,成为塔克的替补, 这样火箭的防守将更加铁血, 首发张姆斯哈登加克里斯保罗加新的风险加塔克加查佩拉, 替补,戈登加,戈林加克拉克加恩尼斯加哈腾。